战国晕了 七五海来了还不如不来 顶上战争黄元的操作很卧底 但其实七五海们甚至连卧底都懒得卧了 本应该是海军本部对抗白胡子的中间力量 结果到了战场上就各种摊牌了 首先鹰眼 要说鹰眼真的是水货那也就算了 可是后来鹰眼的赏金都比肩四黄了 所以顶上战争的鹰眼纯粹就是鹰眼 而且这水滑的非常讲究 开局就是一马当先的一刀 然后就撤了 营造一种很认真的形象 鹰眼表示大家可都看见了 我是七五海里第一个上的 可别说我滑水 然后鹰眼就全场表面上干的活不少 追着鹿飞到处跑 但是仔细一看 鹰眼也是个苗边大师 生怕一刀 嘎掉好兄弟红发的寄托 鹰眼心里想 快点来人配合一下 再不来我就真要追上鹿飞了 我可不想当那个千古罪人 所以一旦有人来挡鹰眼 鹰眼就会默契的掉线一下 鹰眼一路操作猛如虎 永远就差鹿飞那么两步 尤其是和花剑在那里商业互吹 切磋完之后 所以很难相信鹰眼真的有在认真打架 红发一来 别说鹰眼衣服危脏了 他出汗了吗问题是 气得战国头疼 女帝这边已经彻底坠入爱河了 立场不立场的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鹿飞的安全 所以女帝是海军海贼两边都打 让两边的人都很懵逼 在斯摩格欺负鹿飞的时候一脚踢开 在和平主义者围攻鹿飞的时候上前阻拦 还把手铐钥匙给鹿飞弄过来了 一场下来女帝没打几个海贼 倒是踹了不少海军和机器熊 然后就直接想认卡普爷爷 毕竟自己嫁给鹿飞后的一切 女帝早就幻想好了 气得战国心肝疼 眼归眼不要摊牌的这么明显 反正战国也没心思管 他还得盯着卡普 明哥虽然并不是来帮鹿飞的 但他也不是来好好打架的 明哥的心思全都在老沙身上 又是合作又是吃醋 自理行间还挺暧昧 老沙走到哪儿 明哥就跟到哪儿 跟老沙玩捉迷藏 所以明哥全场都没战二八景 出手过几次 打海贼的技能 还不如跟老沙闹着玩的时候多 熊这边 真熊在顶上战争的存在感比较低 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意识 连小一万也认不出来了 不过熊好像也变得更迟钝了 没有特别为难陆飞和小一万 只是清了一些小一万的部下 莫利亚 莫利亚和前几个还不太一样 他是七五海里 真的想来好好干活的 毕竟败于陆飞 还没咽下这口气 准备操作一波 一举打回点面子 结果一同操作 他也成了七五海里最没面子的 被原同事慎平秒杀 气得战国慎疼 世界政府都没眼看了 吴老星想说 莫利亚你是来干啥的 上来就送人头 所以战后还安排明哥除掉莫利亚 莫利亚表示这他妈过分了 还有个黑胡子 当时顶替了老沙的位置 当了七五海 身为七五海 黑胡子并没有如约而至 出现在七五海的阵中 直到临到最后 却捅了海军一刀 当场卸任七五海 原地反水 已经一摊烂摊子了 这会儿又来了一伙 更难伺候的 气得战国 这时候是哪哪都疼 要说七五海唯一一次猛烈攻击 就是对小奥兹的时候 明哥的线 熊的空气炮 和莫利亚的营角刀 组成了连击 本来七五海滑水 就没打多少输出 一大半都打前排奥兹身上了 当然还有两个比较特殊的 老沙和慎平 这俩下岗七五海 对于海军来说 他俩自然是全程捣乱 还有两个后来成为七五海的 巴基和罗 他俩当时在战场上 也帮了陆飞大忙 救了陆飞的命 所以对于顶上战争的海军方来说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 七五海来帮忙了 坏消息 越帮越忙 最后七五海制度被废除 表面上是一些七五海 利用特权作恶以防 实际上 七五海如果再不废除 不难看出 都快运营成草帽大船团了 乌索普神奇的鼻子 乌索普的那根 骨折过好几次的长鼻子 虽然很有辨识度 但是同样有长鼻子的人 不止乌索普一个 所以也引发了一些误会 最著名的就是 一伙人刚刚到水之都的时候 卡库的一根长鼻子 竟是晃蒙了五个人 纳美的好奇点在于 卡库的长鼻子 居然是方形的 卡库不仅是鼻子像乌索普 眼睛也有几分相似 乌索普也看懵逼了 陆飞脸盲肯定中招 山智当时有点迷糊 索隆在打瞌睡 因此也都接连误认为过 是乌索普本人 而且这已经不是乌索普 第一次被误会了 当时乌索普 刚刚到可可西亚村的时候 就被一个要找 愚人报仇的小孩 使了绊子 还要杀了乌索普 没错 乌索普竟然被误认为是愚人 毕竟当时愚人阿龙 是那里的恶霸 遭受万民内心的唾弃 是肯定的 碰巧 阿龙的鼻子也是长鼻子 就这样 乌索普刚上岸 就莫名其妙拉满了仇恨 还好 诺奇高比较理智 说乌索普 长得虽像阿龙 但看得出来 是个人 还不忘加了句 勉强算是 虽然长鼻子 给乌索普 带来了一些误会 但也是赋予了他 神的象征 在冰火岛 警卫们称呼乌索普 为大妖怪天狗殿下 在德雷斯罗萨 堪侍郎 也把乌索普 称呼为孙敬的天狗大人 日本神话中的大天狗 就是有着长鼻子的神 也就是天狗山菲彻 戴着那个面具的形象 天狗 尤其受 何之国人的敬畏 乌索普 没有辜负这个称谓 在德岛 两次下云砂糖 如天神下凡 一次封神 一次拯救世界 乌索普的表情包 给砂糖 造成了终身心理阴影 以至于 砂糖从此 讨厌所有长条状的东西 巴托洛米奥 也正是靠着长鼻子 认出了 当年司法岛 一炮烧掉 世界政府旗帜的大神 被巴托一阵膜拜 当后来在何之国 天狗山非彻登场的时候 陆飞又瞬间以为 是乌索普进来了 总之 乌索普是一个 可以和巴基 平起平坐的存在 就人在家中做 神为天上来的buff 不光是乌索普本人 他的鼻子 也总能跟神 扯上点什么关系 陆飞穿戴过的 经典装扮 陆飞其中一套 最经典的皮肤就是 草帽 红色马甲 蓝色卷边裤子 脱鞋的装扮 也是早期的标准版 后来就出现了 各种这样类型的版本 而且集中出现于两年前 比如司法岛期间 恐怖三维帆船期间 和初到香波地期间 女儿岛期间 陆飞还穿过 蕾丝边的花花小马甲 被评价为非常合适 不过 后来换上了浅蓝色的 这件一直穿到推进城 在推进城小一万那里 还换了件黄色的 然后这套衣服 跟着陆飞打了顶上战争 到了两年修炼期间 陆飞换回了经典款衣服 所以 陆飞有好几件 这种不同颜色的小马甲 但是两年后 就再也没穿过 这个是有原因的 等一下会说到 陆飞在主线剧情中 第一次换装 是到了慈古岛 先是换了一件 酒红色的棉衣 但因为纳美病得很重 陆飞就把衣服给了纳美 在爬雪山的途中被吹落 后来 纳美把自己的棉衣 借给了陆飞玉寒 去打瓦布尔 不过 陆飞把衣服穿到了近乎报废 据纳美说 这件棉衣打折后 是28800被利 然后纳美如法炮制 坑锁龙那一招 要求赔三倍 再四舍五入 勒索其十万被利 另外 陆飞还穿过 一些很有当地特色的衣服 在阿拉巴斯坦 因为当地气候原因 微微体贴的 给陆飞提供了一套衣服 就是头顶一块布 全球我最付款的 头巾长衫搭配 打败老沙后 换上了一件 白色长衫愉快玩耍 司法岛结束后 陆飞换了一件白色背心 上面的GC字母 是卡雷拉公司的缩写 传和奖的logo 也是卡雷拉公司 和水之都 当地的文化象征 到了德雷斯罗萨 因为需要乔装打扮 陆飞买了一件 印着向日葵的短袖 因为得到的向日葵花田 是当地最负盛名的景点之一 在德岛经济场 陆飞还穿过一身 笨重的西式铠甲 但是因为超重只能减配 当然这对陆飞来说 作用无所谓 觉得帅才是主要的 打败明哥后 陆飞换了一件 背后印着牛头的红色背心 一方面得到大多文化 取自西班牙 一方面就是 陆飞在纪念那头 跟自己一起作战过的牛 到了万国 陆飞先登陆了 布林所在的巧克力阵 换上了不仅是当地 而且还有一些 民族底蕴的服饰 然后就是 和之国的和服和武士套装 以及登陆鬼岛时的 可爱多文化套装 两年后 陆飞换装频繁了 但有一套衣服最重要 就是两年归来时那一身 对陆飞来说 身上有些大的披风 就是女帝的那一件 但后来被陆飞给丢在了香波地 身上的红色喇叭袖上衣 衣摆各方面的像是女款 没错 就是女帝那件红睡衣改的 还有腰上的黄飘带 也是女帝的 这件喇叭袖的红上衣 一直跟随陆飞 贯穿愚人岛片 庞卡哈萨德 因为冰火岛气候原因 陆飞中途在外面套过两次棉衣 左屋和之国一直到现在 也是标准搭配 女帝的这件衣服 可能会短暂被换 但从没有缺席过 替代了陆飞 最爱的五颜六色的小马甲 成了陆飞卷编短裤的 最稳定的搭配 当然 还有一反常态的海军经典制服 但都属于动画原创 还有爆炸头假发 外加拳击套装 这个也是让人印象挺深刻的 除此之外 陆飞也有非常炫酷 帅气的装扮 比如强者世界里的 团队版西装暴徒黑手打 红衬衫打底 黑西服 黑风衣 相当有范了 还有蛋糕岛约见贝基 再到和卡儿PK的时候 身上的黑衬衫打底 红西服 剧场版Z里 陆飞穿黑色夹克 释放霸王色的时候 后来 全队换上了红色系战袍 多少有当上海贼王那味了 以及黄金城里的花衬衫 白色礼服 但要说陆飞最牛批的皮肤 就是那款纯粹指鹿皮肤的皮肤 那身印有船长字样的短袖 得往边上靠靠 还得是那身淡黄的长裙 感觉那美买的这身衣服 穿在陆飞或者山智身上 一点都不违和 草帽海贼团的钱都花在哪了 陆飞一伙人 一路上获得过的财宝和贝利 其实也不少 在开局没多久 遇到巴基的时候 陆飞他们就发了一笔财 在打飞巴基后 纳美获得了价值1000万的财宝 然后纳美说财宝太重了 就分成了两份 让陆飞先帮忙拿一份 但是陆飞后来一声不吭 把自己手里的500万 留在了橘子镇 给小镇去重建了 气得纳美 半路直接就想把陆飞摁海里去 纳美说再有下一次 一定会杀了陆飞 放心吧 下次陆飞绝对不会再敲咪咪的 花500万了 虽然纳美表面上 真舍不得那些财宝 但笑着骂了陆飞的纳美 其实也是善良的 到了可可西亚村 加上剩下的500万 纳美八年时间 从海贼那里偷到了9300万贝利 眼看快要凑够一亿 可以赎回村子的时候 被勾结了 阿龙的老鼠上校全部搜刮走了 后来陆飞打败阿龙 这些钱又回来了 但是纳美将这近一亿贝利的钱 全部留给了村子 诺奇高说 没关系 纳美生财有道 虽然他劝纳美多少拿一些出海 不过纳美并没有动这9300万贝利 很快 纳美就展示了生财有道的技能 临走前顺走了村民们的钱包 就这样 几个人大起大落后 他们的钱基本都送人了 刚刚到空岛的时候 纳美说全团只有5万贝利 陆飞感叹 为什么这么穷 提醒大伙应该好好理财 结果 被删至一句 全是你的伙食费给无情吐槽 直到空岛结束 草帽一伙才迎来真正的爆发 在水之都换了3亿贝利 但是好景不长 水之都开始被抢了2亿 水之都结束 陆飞花了1亿开宴会 虽然这些钱都是捡来的 但纳美花8年才能偷够的钱 陆飞一顿饭干光 所以纳美把陆飞揍成那个样子 可以理解 另外 那2亿等于换了艘新的船 只是在钱上面 一帮人几乎又是原地踏步 接着一伙人又赚了一波 佩罗娜当时把财宝放到了桑金号上 然后准备偷了船选择钱跑路 但没想到被熊给送去旅行了 曹帽一伙打败莫利亚后 都不需要费力起班 直接捡了现成的 据纳美估计 这堆财宝的价值在2亿以上 但纳美没能识货 其中有一个约翰宝藏的藏宝图 肯定是价值连成的 然后纳美送了一捧财宝给罗拉 后来陆飞把约翰宝藏的藏宝图 送给了巴基 到了乡波地那会 纳美本来是想用那些财宝赎回凯米 但天龙人直接出价5亿 纳美没有那么多钱竞价 不过陆飞直接上去怒捶天龙人 也就省了 这2亿也就一直作为了船上的财产 两年后愚人岛 卷跑了龙宫财宝的卡里布 被陆索香补货 满地的财宝 要比空岛和莫利亚那一次更贵重 尼普顿都答应把这些钱给纳美了 但是遇到了大妈派人来收点心 虞人岛在基础设施被严重破坏 又拿出存货 宴请陆飞一伙的情况下 实在拿不出十吨点心 陆飞就跟大妈说 自己把点心全吃了 并提出用这些财宝作为交换的提议 大妈说财宝管个屁用 能长嘴就吃吗 不过财宝还是被大妈的人拿走了 草帽一伙又白忙活一场 之后就没什么再大手笔的送钱的操作了 靠着两年前的两亿存款 也算是小付 但这些钱 需要扛住陆飞的食欲和各种作 毕竟他做一顿随心所欲咖喱 就要耗尽仓库里所有的食材 所以草帽一伙的账单 每人一段时间 大概5000倍利的零花钱不算什么 平时供陆飞吃和挥霍 这个才是大头 纳美自己还真花不了什么钱 因为他砍价的操作实在太狠了 还有每到一个地方 其他人需要上岸补充食材 和什么杂七杂八的个人必需品 还有就是 以上这一路上送出去的钱 更是占了总收入的一大半